這款新型只有38公克 輕量型多用途COB六種光源模式手電筒 可以夾在帽子邊緣 也可以夾在領口 更可以直接磁吸在鐵製品上面 相當方便 一段 兩段 三段 求救SOS 紅燈藍燈指示 LED照明 大概是這樣的 它是比夾型可以夾在身上 然後請小心 內置電子大概是400的電量 0403花蓮大地震之後 全台有感的大小餘震不斷 防災物品更引起民眾的重視 機動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服務地方時 特地參觀一家位在七獨百福社區 專門批發手電筒及3C周邊產品的公司 現場試用這一款新型 兼具輕量及多功能用途的 領夾室和磁吸室手電筒 楊秀玉建議民眾都可以準備好各式手電筒 作為因應防災停電 以及夜間運動散布安全的需求 即將要上市 應該在一個禮拜左右就上市了 那因為我覺得說 因為現在隨時都有可能地震 造成可能停電的一個狀況 那我覺得這一支蠻適合女性 包括也不只女性啦 我覺得男性也應該蠻適合的 可以跟你身上整個都不用 不用戴在皮包裡面 可以放像妝飾品 它有各種不同的功能 我覺得這個不但可以當妝飾品 那我們比如說晚上要去運動 也可以戴著 或者是說尤其是一些老人家 他們早上都四五點就去運動了 我就覺得這款蠻適合這些長輩 包括我們就是女性的這些婆婆媽媽 或者是學生也都很適合 我覺得這一款真的很不錯 我極力的推薦這個新型的這個COV 隨身的一個工作燈 雖然稱作更工作燈 但是我覺得它是多功能的 楊秀玉認為多一分準備就多一分安全 可以隨身攜帶的輕量型多功能手電筒 就是很不錯的選擇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